长行珠宝 百达菲利时间 晚上七点整 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非常欢迎您准时收听矽谷华人电台在2013年6月18号的晚间节目 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为上下半场 我们在上半场替大家请到的一位是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的嘉宾 他是中医师吴雅如 吴医师非常欢迎吴医师你好 大家好 我相信在矽谷湾区已经有很多人都知道吴雅如医师的大名 就像我也一样我也经常听到您的声音 也听到您在不同的节目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病症 我是觉得是侃侃而谈 这个医术是非常的精深 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可能涵盖的面也不是太一样 所以我想我们在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 希望吴医师能够把您过去的学历的背景告诉大家 好的谢谢 我呢是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 读了六年的中西医结合的学位 就是既做过中医也做过西医 中西医结合 对 那么在出国之后呢就基本上以中医为主 是 那么我还在美国读过一个针灸的博士 是美国教育部核准的第一届的针灸博士 是在Oregon College of Oriented Medicine 那么这个班呢很有趣 它是美国创建针灸的这批元老 推动美国达到博士学位 他们自己去搞了这么一个第一届的这个节目 被教育部核准 他们自己去上这个课 所以我们当时19个人 那有14个人是美国人 是外国人 外国人 都是70年代开始做针灸的 所以学生大部分都是白人 但是老师是中国人 老师是从中国请来的博士生导师 那么当时里头有三个是中医学院的院长 两个是中医学院的Fonder 就这批人在很大一部分 在美国是搞针灸的政治的 那去了是很开眼界的 很开眼界 那您在北京中医药大学 这个上学的时间 就是要读完医科的话 是要六年是吧 我们是医科里头最长的 就是读中医读西 我们都是最长的 所以我们当时出来的时候呢 在国内给的是双学位待遇 就相当于中医西两个学位 那对我来说学中医呢 我认为在学院里头呢 就跟这个修车一样 你在学院里是书本上学 你没见过车 真正学医呢 是出来跟老师学 那我毕业之后呢 跟过三个名师 一个呢叫朱汉璋老师 朱汉璋 对朱汉璋 他是小汉璋的发明人 在国内呢 他的名气是非常大了 他自己一辈子教过四万多医生 包括中医和西医 那么他去世的时候 在人民大会堂开 这个追悼大会是五千多人去 那在中国呢 他得过华托金像奖 他在中国中医研究院 建这个长城医院 给他私人 给他本人 专门建了小人刀的 专科医院的时候 我是他的学生 我是他年轻的 就七个医生里头 我是最年轻的一位 那很有趣 跟他学疼痛 就中医的西医的 整骨的 这一套东西 跟了他将近快三年 那那个时候 是我起家 医学起家的起步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 他是我启蒙的师傅 启蒙老师 对 那么后来呢 我就去学摸脉 摸脉我的老师呢 就是把脉 把脉 那么叫王光宇老师 那在国内 如果做中医的 很多人知道 号称四大高手之一 就是摸脉教的人里头 他是一个 那我专门去跟他学过 那我摸脉呢 很多是用他的这套方式 那还有个摸脉老师呢 叫徐越远 那在摸脉的国内 也是号称顶尖级的高手 是 那么到现在呢 我在诊所的 用的最多的针究方式呢 叫齐真 我是这个齐真的发明人 齐勇老师 他的入门弟子 就他在现在出了本齐真纪念册的八个弟子里头 我是名列第四 这样子 那这个名列第四是求师的先后顺序吗 先后顺序 但是你能进这个 这本书的话 就代表他承认你的齐真水平 对 那么在全世界 他是2004年和06年 世界针究联合大会 中国指定的讲员 就中国针究肯定是最高水平了 那么中国派他去讲 中国最新的针究发展就是齐真 那在国内现在齐真是非常热 那齐真治很多疑难杂症 比如心脏病 我们今天会聊 或者像痛风 或者像这个复科的子宫肌瘤 很多病就是哮喘 比如小朋友 那齐真治起来 很多说立竿见影 效果非常好 一般人都认为 用针究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病 他的药效是长远的 但是药效是比较慢的 跟西医的药了或开刀比起来 您觉得怎么样 这么说 西医在解决的是个结果 中医在解决的是个原因 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 比如说哮喘 我扎针就止咳 止哮喘的效果 绝对比西药来得快 比如说腹泻 我们扎完针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你西药还没吃进去 事就结束了 像allergy 花粉冠冰症 扎针大多数 80%的人 当时鼻子就能通 哮喘或者是花粉症 这个用中医治 可以断根吗 可以断根 但它的断根 不论中医西医治到最后的断根 都不是在治这个病本身 是在改善这个客人的体质 换句比例 这么讲 如果我们的听众里头 现在有人有兴趣的 回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 你去看肚脐 如果是往外凸的 或者发白的 尤其是小朋友 中医说属于虚寒体质 如果你有花粉过敏症 或哮喘的人 你在夏天该爱揪 这个症状控制 针灸绝对来得比西医快 扎完了当时几件效 那你说我第二天 它会倒回来不倒回来 取决你的体质 你要肯爱揪 肯改变你的体质 你就不倒回来 你不改变这个体质 不论中医西医什么办法 只能控制症状 中医讲叫治标 不是治本 治本就不是在治症状 是治你的体质 治你的血循环的状态 是 爱揪呢 就是针灸的揪 但是用爱炒来烧它 对它是点着了以后 一个热疗 那我跟我的外国客人对讲 我是叫中医的 Heating Therapy Heating Therapy 很贴切呀 对 能够翻得这么贴切的词 也不见得很多 所以呢 名师触高途 要跟老师 也要跟对了师傅 因为会影响自己很深 那在您追从这三位名师 是在您在美国 已经拿到第一届的 真酒博士班之后的事情吗 之前了 我学医到今年 其实已经20年了 是吗 那我跟专长老师 是93年94年95年的事了 那王光宇老师 差不多也快十年了 那齐勇老师呢 是最近这四五年 但是我基本上每年飞回去 去年他来的时候呢 我是专门跟了他一个半月 诊所全部关掉 就是学医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 跟老师是最捷径的方式 是 就是你相对的付出也要多 尤其在湾区 如果你开个诊所 你说我关一个半月 不是跟老师花多少钱的问题 是你这个诊所的开支问题 是 但这种付出的收获 都是非常大的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是 吴雅如中医师 那我这样听起来 其实您从明医这个地方 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那所以诗带图这个观念 在您身上以后会不会发挥 事实上我诊所现在就有两个徒弟 我前天后收过五个徒弟 那么有两个现在在跟我做 那其他三个呢 其他三个因为他们没有专门的在中医学院读 就是等于说是作为一个兴趣在学 是 那这两个徒弟他们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这么讲一句话 我认为我的徒弟跟我三年达到执照的时候 他们看病的效果应该是 最起码是中上以上的水平 因为他们现在很多问题跟着我的时候 已经能看到怎么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就跟修车样的 你跟到修车行就干个三年 你不需要学历 你也知道大概一般什么车该怎么修了 我相信呢 这个就是白手起家跟黑手起家 这个道理有一点类似啊 对不对 那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地方 心里面也有一点 跟我有点同感了 其实现在我们也是受到中美交流的这个管道 非常的畅通 并且中国的医学的文化在美国 也是非常的大家都很承认以及接受 所以呢 大家要去找一位中医师 其实不难 可是中医呢 永远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 也许您去找了十个医生 十个医生给您把的脉 和说的话 可能都些微有些不一样 我们都不知道要信谁 所以呢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想用一个学术的角度 或者一个病人来问医生的角度 怎么样来选一个好的中医师 除了跟自己朋友打听之外 其实说实话 跟朋友打听是最好的办法 word by mouth 我的客人其实虽然我做讲座广播这么多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他推广一个健康的观念 但是我的客人有一半以上 是通过word by mouth 就是referral 对 就是说太太治了 觉得我这背好多了 跟老公讲你的腰疼也该去看 是 那这种是最多的 那么第二个呢 如果您想去看一个中医 我提的建议就是 您去试一试 去的时候你看他给你讲什么 在很大伤像我们诊所 我是公开的 我第一个告诉您 为什么您得这问题 这是我们办讲座 讲广播 很多的原因 就您得理解我在说什么 那您得把你的生活习惯改了 比如用电脑 你说我脖子疼 我一天用八个小时 我中间都不活动 这脖子一定会疼 是个人都会疼 是 那这个生活习惯我们告诉你了 把过去告诉你了 第二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做的时候再多久 我们要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精准的 但大概的方向是一定的 比如你脖子很硬 我给你松开了 你脖子就不疼了 那脖子我们给你揉几次 松开没松开 这是能看到的 那松开之后的疼是不是好转了 如果松了一半 它也好了一半 那你知道全松了 可能就全好了 第三个我一定告诉你 将来怎么维持 就你该做操 还是你该定期推拿 你该做什么事 还是体质属于虚寒 你该挨揪 你只要做了 它相对复发机会就少很多 所以我跟我客人开玩笑讲 我是给您解释 过去现在和将来 那不论找哪一个中医 您去看他所说的话 第一个对你来说有没有道理 有些中医可能解释不清楚 因为中医讲虚寒的阴阳阳 但第二个 就他说的结果 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在发展 你不可能要求一个中医 说扎一次阵数 我的病从此不发作了 那我老跟客人开玩笑讲 就跟修车 说修一次 我这车从此不坏了 那不可能 那没人做到 不可事实嘛 对 但是你修完车 我的车是不是开的比原来好点了 那会的 对 那另外一个 你能告诉我怎么maintain 如果这两点能做到 这个中医就可信 是 那么吴雅如中医师呢 他的地址 他的诊所的地址 是在Sanaclara 3350 Scott Boulevard Number 47 并且吴医师 您经常都有在办一些 疫诊的活动 对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一方面呢 是推广中医 第二个呢 说起这个话 可能不是太重听 我也在筛选客人 嗯 因为有很多客人呢 很有趣的 我发现 美国人只要是人家 介绍来看中医的 比中国的客人 更相信中医 你要看这个 病人是不是相信中医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像我们这个 上礼拜天 我们给小朋友做了个疫诊 我们有40多个小朋友来了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有些家长就抱怀疑态度 就是你到底想 怎么治我的孩子 是扎针呢 还是给他吃药 还是扎针人家不愿意 吃药也不愿意 我们用小时推拿 就我送你一次 你自己看 那第二个呢 在制度过程中 有些客人就先 你推一次 我的校船是不是就好了 你会发现他问的话 根本他的expectation 他的期望值 跟你能达到差太远了 那中医在我诊所这么讲 就是80%到90%的客人 按我自己的观点来讲 都是有效的 但客人未必满意 就是我想要这样的结果 要好到100% 你可能好到八成了 他也认为你水平不怎么样 那这种客人 在第一次你能看出来 是吗 就客人在他这个言语 他这个要求 就我这种状态的 还有个客人 就是因为在乎钱 那在乎钱的时候 他很多时候就是考虑 就是这个 我的孩子要推十四八百块 那我该不该花这钱 可是有些小朋友 做一次他胃口就开了 那父母就是钱不重要 还是孩子健康重要 我是认为后者 健康最重要 但是你得让他看到疗效 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告诉客人说 来你花1000块钱到我这 我给你把你小孩治好了 没有人会相信你 那么在很大程度上 我也在推广中医 因为我做的越久 出来讲广播 讲这个讲座越多 我发现我们中国人 用中医来保养身体的人 非常少 真的吗 既没有这样的观念 也很少有人真正去做这事 哎呀 那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话题 对大家都很有帮助了 就是夏天夏天到了应该是养心 就是养心脏 对 这个是生理的 但是养心 我们修身养性 好像是条里面的 其实中医讲的是内外要合一 对不对 那刚才吴医师提到的 这个事情就是有的人来是抱着半信半疑的这种态度 其实我觉得如果他是单纯的半信半疑 我倒是不介意 就是我的做法 我的功效 可以让他信任 真正让他心悦成福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成就 对我来讲 只要肯来的 其实都是算相信的 是 那么在相信的过程中 他所抱的目的 或他想抱达到的期望值不一样 那这种时候就跟相亲一样 他有个交流的过程 大家看着不顺眼 那么你不找我看就完了 或者我觉得我可能解决不了你要的问题 因为来的客人什么样毛病都有 有些毛病就是我一听我也有点发懵 真的 那这种情况跟客人讲 我可能介绍别的老师 或告诉你什么方法试试看 对我来讲就是我能看得好的 我赚着钱也很高兴 我也帮别人 是有成就感的事 那我看不好 没有必要留你 那我跟客人大的方法讲 这个病可能我做不了 或者我知道哪个医生可能擅长做这个 所以您的擅长就是小儿科 疼痛科 或者是痛风 或者是心脏病 还有复产科 复产科 那么像子宫肌瘤啊 复科这种月经不调啊 生小孩啊 其实有些问题 不认证 不认证 其实说的蛮简单的 只要知道这个女的来月经 大概在农历十五满月的时候 一般人正常就容易怀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客人是韩国人 开始来了我们的定治疗计划六个月 第二个月就怀孕了 现在找我治呢 是因为这个早孕反应太重了 他后来就把他这个弟弟也带来了 把他的父亲也带来了 韩国人是很抱团的 一个人找你看就一家都来了 是我听得懂 所以做医生的呢 要靠谱病人其实也是要靠谱才行 我们今天访问的吴雅如中医师 他的诊所的地点是在Scar Boulevard 电话号码是408-480-2860 这个电话号码呢 是给大家来做appointment用的 408-480-2860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夏天到了养心至上 到底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呢 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工商资讯 回来马上由吴医师告诉您 如果您向往成为成功的房地产贷款经纪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热爱为客户提供最好的地产贷款服务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如果您要为自己打造 长远回报丰厚的地产和贷款事业 请加入Sophie省团队 Sophie省地产和贷款经纪团队 是您最佳的选择 让您成为最顶尖的经纪 详请请致电Sophie省408-799-2558 799-2558 只因为You deserve the best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纪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i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夏天到了 老赵川菜馆推出 夏令清爽可口的农家系列 菜是有 蒜泥蒸紫茄 育儿勾集烧排骨 干盐菜回锅肉 菊笋腊肉 农家酸菜鱼 韭菜银芽炒香肝 青椒碎米鸡 太婆酸腊排骨 农家芽菜蒸肘子 干扁茄子 干扁苦瓜 烧腊拌皮蛋 蒜泥胡豆 凉拌折银耳 老赵川菜馆 位于山景城 400号 Muffin Boluva 电话 650-262-9728 650-262-9728 华尔街城市 华尔街城股是美国上市企业 ChineseFM.com 根据华尔街数量模型研究 开发了一种交易系统 它可以大大减轻投资人交易时的心理压力 每天上午西部时间6点 准时一秒到订阅客户的邮箱 给出明确的买卖方向 买涨或看跌 所选股都是美国标普500和纳斯达克100组成股 通过最近的实盘操作 成功率高达80%以上 请立刻拨打1800958-8561 免费索取 网址www.chinesefm.com 投资有风险过去成绩不代表未来结果 Lisa Yang是您湾区房地产经纪的首选 请致电Lisa Yang 408-393-3951 408-393-3951 UR Property Group 优良的团队提供全方位的物业管理服务 请电Edison 888-898-9688 888-898-9688 或email到infoaturpropertygroup.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再度欢迎吴雅如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同时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有一个announcement 就是我们所有的节目除了在FM96.1 当场可以收听之外 另外在Facebook 另外在YouTube 通通可以收听到 并且我们最近又增加了新浪的微博 只要是Search SVC Media 或者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啪一长串的 所有的电台 还有电视的节目都在上面 所以不管您人在何处 通通或者是在什么时候 通通都可以得到我们的电台和电视节目之赐 那么所以呢 我们的嘉宾有的时候就接到外州 甚至外国打来的电话 那您也不足为奇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好的 好我们现在来进入夏至养心 心脏 我想这个也会加上我自己的一些问题 现在大家都是谈癌变色 但是好像癌症都没有长在心脏上面的 对 心脏因为一直在动 所以人要动就不容易得癌症了 相对来说 运动的人得癌症的机会少很多 OK 所以运动是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的要素之一 还有其他什么要素 就可以让疾病降到最低 我们按照癌症这个话题来讲 我开玩笑讲 其实两句话你做到了 癌症机会就少很多了 癌症要得呢 有两个 第一个免疫力要下降 就是你身体不能杀癌细胞了 换句话讲 你只要让免疫力增强的方法 都可以妨碍 那免疫力下降的方法 相对来就容易得癌 比如说熬夜 比如说疲劳 比如说紧张 它都让免疫力下降 第二个呢 得癌的人都有特点 它基因是扭曲的 基因扭曲 就是DNA是扭曲的 它得变异 它能产生癌细胞 那这种扭曲呢 一定有情绪的打击 或者高度紧张压力 叫Steven Jobs 他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只要能减轻压力 放松自己 你得癌机会就少了 增加免疫力 减轻压力 两句话就说完了 可是你这样子告诉我们了 你自己就没生意了 如果大家都健康 都不生病的话 比如说减轻压力 大多数人知道这句话 可是你并不知道 怎么看压力 或者是做不到 或者是做不到 那么比如说你说 我这压力大不大 我自己不知道 或很多人说我习惯了 你去摸你的后背 后背如果是紧的硬的 压力一定大 因为人呢在紧张的时候 身体一定会紧 身体一定会产生反应 这个反应一定会存在 你的后背上 你的肌柱是放不松的 所以在我们诊所呢 我们有个叫 Tension Release Program 就那个紧张 Stress 我是没法帮你解决的 减压 对 但是我可以帮你 Release Tension 那比方瑜伽做完了 人就舒服 因为你拉筋了 中间讲肝筑筋 肝筋管压力 你只要让自己放松下来了 那你这个压力就减轻了 身体放松了 这人心情就好了 说完了就那么简单 有的时候 像我们住在矽谷湾区 都是大部分都是 高级的知识分子 高级的工作的 都是有一个degree的 有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 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 我们就会告诉自己说 It's okay 我不累 因为我没有觉得累 It's okay 这个压力我能够承担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练练土纳树了 或者是大日如来啦 我是可以抗压的 可是我发觉 无疑是 有的时候 自己的身体 能够接受的能力 和自己的心理 告诉我们自己 能够接受的能力 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这个问题呢 我跟我的客人 在诊所经常讨论 我老给他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像一辆车 你载重五吨的时候 跟载载重十吨的时候 这个车的消耗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论你觉得我拉这点货没事 我拉五吨也可以 拉十吨也可以 我再加二吨我也能跑 但你车的损耗 是绝对不能避免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身体 能够抗拒到多少的压力呢 不论你抗拒多少 你身体一定会承受 而且有一个表达的结果 就在你的基柱上 换句话讲 如果你来我们诊所 我们在后背一摸 你发现那个后背 已经有两指三指 甚至四个指头这么宽的 一条肌肉绷得很硬 那我们把它分为轻度 中度和重度 你就知道你的紧张程度 达到什么状态了 换句话讲 你的身体在载重这么久 这么长时间之后 它遗留的痕迹 在你身体上是不能改变的 那这个要么就是推拿 要么就是你自己练功拉筋 总之你把它解决掉 要不然你的身体的衰老 就因为这个紧张就造成 这么简单 说穿了就这么简单 但是一定要保养 要预防 但是如果真的有了 这种情况发生 就要治疗 夏天到了要养心 如果我们的心 还算是健康的话 当然要养 但是如果已经有 种种的症状 可能有的时候 症状会误导我们 让我们觉得 自己没有心脏病 这么说吧 刚才我们说这个紧张压力 很多人造成的 就是心脏问题 比如说anxiety attack 很多人听说 anxiety attack 对 它就是像心脏病 发作一样的 出冷汗 心慌 人有时候会晕 送到医院一查 说你心脏没问题 吸气杆 你太紧张了 anxiety attack 中医认为 就是心脏 不能承受过度的压力 高度紧张状态下 功能性的崩溃 它不是气质性 心脏查查不是毛病 功能性崩溃 所以紧张压力 第一个可以造成 人的心脏出问题 是 那么很多朋友说 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压力 是不是造成我心脏问题了 两个指标很简单 大家都能看到 一个是嘴唇 是不是发紫 涂了口红 口红要擦掉 你回家口红擦掉之后 你看 如果嘴唇颜色像猪肝色 发紫发暗 那个是 心脏一定不好 心脏病 因为嘴唇 是我们能看到的 内脏黏膜的一部分 那这个如果已经变紫了 你知道你血循环已经差了 心脏保养了 那嘴唇皮发干 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那是其他问题 那么第二 那个属于皮 那么第二问题 就是大家摸自己手指头 如果你找个小朋友 小baby去摸 手指头软软的 这个指甲盖相对的另一面 肉包这块 那么如果你去摸 一个人 他这块位置发硬 尤其老年人 如果有心脏病的 这指头是硬邦邦的 因为手指头是人的微循环 是 这个如果你找你们家孩子一笔 我的手指头硬很多了 也该保养 对 因为手指是微血管 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最远端 对 发硬的话 就表示循环不好 对 OK 那么如果紧张 长期紧张的人 你说我想看一看 我是不是属于这种问题 欢迎到我们诊所来 我们今年暑假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免费做检查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胸前去一个点 暑假 现在就到了 就是现在 那么我们为什么 在这个时间推广 因为在6月21号是夏至 这样子 那么夏至是日最长 夜最短 是心血管最开放的时候 是心脏问题最好 保养也最好 那我们诊所已经开了三年了 这是第三年了 那就是这个星期五 这个星期五 那么从这个时候 一直到8月15号 三福天最热的时候 是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哮喘 像国内说冬病夏至贴膏药 也是在这个季节 那这是一种 寒性的虚性的疾病 效果最好 那么如果 如果您身体平常 经常很紧张的 或者你后背很硬的 那是应该保养 那有很多人 这个熬夜之后 后背心发了两花的紧 就后背心 我们说前心后心 后心这块 说累啊 紧啊 疼啊 这种人也是 那么经常熬夜的 晚睡觉的 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都属于这一类 睡眠这个东西 你希望他好呢 他就偏偏给你不好 还是要心情放松 其实睡眠不好的人 都是心脏不好 这样子 这是陈允群老师说 就敲打尽的 陈允群老师说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白天我们心脏 跳60下到80下 像人站着在工作 夜里的心跳不能停的 四五十下跳的慢 就像我们坐着歇歇 如果你老是睡眠不好 你老不让这心脏 坐下来歇一会儿 十年二十年下来 心脏一定不好 心脏病还有什么症状 比如说 哎呀好累 碳一个大气 这个算是心脏病的 一个症状吗 如果人莫名其妙 没有原因 都爱叹气 就老人歇口 不是伤气 他上是肺 根本上是心脏出问题了 所以很多人 摸脉的时候摸到这样 你问他是老爱叹气 你怎么知道 心脏不好 或者也有的人 小手指 或者无名指发麻 这个是心经和心包经 也要考虑心脏问题 或者是夜里的膝关节疼 颈椎疼 或者早上起来说 我脖子疼得厉害 膝盖疼得厉害 是因为夜里心脏的 宫血差一些 那么你疼的这个关节 宫血更差 它就表现出来 其实美国的气候 还是一般来讲 晚上比较凉 那如果睡衣 穿的厚一点 穿个裤子 也许就不会什么 膝盖了 或者是脚发凉 或者是背后发凉 这种人 如果是跟心脏有关 他不论你穿多少 他都会难受 他一个原因 事实上是心脏在夜里 心跳慢的时候 全身的宫血少了 那么有关节问题的人 这个关节本身 宫血就少 心脏宫血再一少的时候 两个一叠加 他就腾醒了 那这样的人 不光要治局部 关节的问题 还得治心脏的问题 我们今天主题讲的是 下至养心 什么人应该养心呢 其实呢 经常熬夜的 身边不好的人 长期紧张 压力的 后背紧的人 或者是不运动 或者运动不合适的人 运动不合适的人 对心脏都有造成伤害 我怎么知道 我的运动对我合不合适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您去看那个嘴唇 是不是发紫 像有的男的 五大三粗 身体很强壮 经常运动 可以看嘴唇非常紫 运动坏了 要么运动太剧烈了 要么就是warm up 跟cool down不够 是 那么这种呢 不论属于哪一类 就是您怀疑说 我心脏好不好 不知道 都欢迎到诊所来 我们给您摸几个点 在前胸啊 这个心包筋啊 后背心呢 都有反应点 一摸 说我有点疼 而这个是我不是问您 有没有心脏病 是我摸完了告诉你 你说这地方怎么那么疼 那你就知道 你应该保养心脏了 好 那么夏天呢 就是夏天 如果想要知道 什么人 可以保 可以来调养自己的心脏 其实有的时候 都是成了年以后 才各种的疾病都发生了 在小孩好像 除非有先天的心脏病 好像小孩都没有什么病 真是幸运 我们大人能不能跟小孩一样 永远保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 这个 其实就像一辆车 心脏也是 这个车的引擎啊 从开始新车 一直到车报废 引擎报废 车一般就报废了 它是个老化的过程 我们谈的心脏保养也是 不要等到心脏病了 西医说 您心脏病了 你说去治心脏 那时候中医治有帮助 但是已经功力不大了 这个工程太大了 是 最好是平常做个turn up 我们现在说的夏至养心 就是比如您经常熬夜 紧张 嘴唇发紫 手手都发硬 心慌啊 胸闷啊 睡眠不好 那你借着夏季这个季节保养 就像保养你的车的引擎一样 是 所以老跟我客人讲 不要等到你病了 你再来找我看 那有些问题 我给你说了 有指针了 就跟黄灯亮了一样 能做个turn up 换换机油 很简单那个道理 经常保养 对 好 那吴雅如中医师的诊所呢 是欢迎大家 到这个诊所里面来 要求有一个 看看自己的心脏 是不是健康 我们免费给大家提供一个体检 哦 免费体检 莫曼也罢 这个摸你身上的反应点也罢 这个很简单 其实几分钟结束了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希望大家热烈的打电话 来预约一个时间 电话号码是408-480-2860 再说一次 408-480-2860 地址呢 非常的方便 很好找 就在Central跟Scott的交叉口 那个附近 对 它上在Central跟Lawrence的旁边 Central跟Lawrence 交界的旁边 OK 差不多一个block 两block 非常高兴吴雅如 中医师来我们的电台做客 谢谢大家 我是中医师吴雅如 是的 好的 我们下次再谈 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休息一下 就让我来访问Long on Time的负责人 Andre B 马上回来 6月29号 莫尼卡阳主办一年异度的大型房地产研讨会 当天请来众多专家整天给您讲课 会计划 和美惠讲最新房地产税法 律师Shirley Tam讲生前信托 地理博士Lily Chong讲风水八字 当天并有外周楼盘介绍 详情及定座 请电408-823-9780 823-9780 或上网至3w.globalexpo.us 登记报名 昌星珠宝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百达北利 世代相传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 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鸡 宝博 万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挚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sa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及苗毕达环球广场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佳音理财 理财佳音 审税策略 投资计划 各类保险贷款 预约电话408-839-8596 网址 www.golily.com 哇 惠敏博士算对了 贷款利息又降咯 Conforming Loan 30年固定3.375 15年固定2.75 7年ARM2.625 5年ARM2.5 Super Confirming 30年固定3.5 15年固定2.875 5年ARM2.625 Super Jumper Loan 30年固定3.75 5年ARM2.75 清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电510-353-085 510-353-085 或gingerloan.com查询 真诚面对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炸弹详情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 是矽谷华人电台的贷款 以及房地产的时间 请到的嘉宾是 Long on Time的负责人 Andrew B Andrew你好 钟勒你好 听众朋友晚上好 我们今天要来了解一下 因为现在众所瞩目的 都是在今天明天 所开的FOMC的meeting 这一次意义又特别不同 那么大家都在传说 说既然Fed已经放出来 好几次的风声 就是从4月开始 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 要把这个注资 在市场上的资金要减少 或者是提前把它收回去 但是IMF正是 他的President又说话了 说美国的经济影响重大 这个是世界的龙头老大 千万不可以在2013年 年底之前有所动作 是吧 然后其实Fed到现在为止 他的标准都没有改 他的guideline都还是维持在原状 只是有很多的话说出来 让大家一直一直的在猜测 实在是太厉害了 可是看到今天 道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 在收盘的时候 还是继续上涨了138点 达到了15318.23 NASDAQ综合指数上涨了30.05 收于3482 标普500指数再度上涨了12.76 收于1651.8 现在道琼斯距离 就是有史以来的高点 只不过是相差五六十点之多了 对 可是今天的十年公债回收率 没有怎么涨 反而还跌了0.01左右 对 这正是像您刚才所讲的 最近的市场可以说 就是volatility很高 就是波动性很大 太大 那么最主要原心也就是说 我们感觉就好像这个市场 没有方向 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里面 当然也可能是市场有方向 我们不知道而已了 对 这个确实是这个 由于你看最近的经济数据 也是有好有坏了 那另外最主要的 也就是到底这个联储局 会下一步怎么样去做 因为毕竟这个美国股市 美国可以说美国经济 目前从股市表现来看 还是这个上升势头 还是很强的 对 那综合来讲 其实明天的meeting来讲 可能是会对市场产生一定影响了 但最主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毕竟这个目前来讲 正像您刚才所提到的 可能联储局的这个政策 可能会至少持续到今年年底 不会有做出太大的让步 那本身从市场来讲 股市实际上已经很早的 price in到这个结果了 通常就是这样 大家都是这个上升在这个 news good news的时候 但一旦这个好消息出来了 可能市场就是又开始去sell了 然后市场就在找下面一个rumor 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进行 对 从贷款利率来讲呢 最近可以说是5月份是上升最快的一年 其实我们这个很多人很难预料到会上升这么快了 那从这个10 year bond的这个eo rate来讲 已经上升接近half percent 那这个30年固定利息也接近上升0.5个percent 那未来来讲也可能会回落一些 因为毕竟这个 这个首先这个突破膨胀的这个 并不是很高很明显 那这样的话呢 联储局可能会继续推行他的政策 能让这个保持住这个美国经济的上升 因为毕竟现在股市上升多可以说绝大波取决于这个 联储局的这个QE的计划 是 那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也就是这个欧洲和亚洲 5月份来讲这个欧亚可以除了日本以外 其他还相对的非常的平静了 平静就是好像西贡无战事一样 至少是在欧洲方面已经好久没有听到什么坏消息了 对对对 这你就难讲说未来会怎么样 可能哪一天突然大家又把这个焦点 对转到那边去了 但是如果坏消息一出来 利息也会下降啊 对对倒是 就是说很多很多时候确实这样 就是现在来讲这个市场的波动 确实是主导了这个整个这个经济的一个股市的一个发展 那未来来讲不管我想不管明天的这个Federal Meeting的这个 结果怎么样可能下半年的这个整个的市场 还是在这种大幅波动中 大幅波动中 也会有了 我想明天如果说如果说这个Federal的这个就是会继续keep这个QE到年底的话 可能会公债来讲可能会小幅的反弹一些了 就是利息能够我们希望能够稍微回落一些 就是公债的票面价值会上升一点 会上升一点 因为比较值钱了嘛 大家稍微有一点信心了 对对对 如果票面价值上升 它的回收率就会下降一点 对当然如果说联储局给我们大家一个surprise 会突然宣布什么大家没有预期到的 可能这个sell off又会加快了 呀呀 如果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因为Fed它的角度呢 到底是跟我们平民老百姓是不一样的 虽然从它过去的历史来判断 它不可能给我们很坏的surprise 因为这也不是Ben Bernanke的style 可是万一有情况发生不利于股市的的话 其实这种情况万一有发生的话 我又讲到股票来了 我还是必须要就此打住 都会有关联的 都是会当然这个 都是关联在一起 对对对 那但是呢最近大概两三个礼拜美元是上涨的 对 美元上涨 那么在日本的方面呢 在最近是跌得很惨 自从安倍晋三上台以后 股市日本的股市上涨了70% 所以它在过去一两个礼拜下跌了这么多 我觉得It's OK 它还是在全球2013年股市进展排名前三名之一了 还是很厉害了 对对对那当然Ben Bernanke他一直在重申的并且完全都没有改变的就是他希望能够把失业率降到6.5% 那现在是7.6% 就是这个月比上个月还多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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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它只有10%要要 一直就是这样子 慢慢平稳 对 他有时候派出打手 出来讲一些话 或者是还有人呼应 这些打手说的话 造成市场有一点波动 不过在股市来讲 最近虽然是波动向上 但是股票真的是很难做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想了解一下 像今天的房贷的利率 是怎么样的情况 最近的利息来讲 确实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做 那一个原因就是 一个是调整program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 上一次没有catch到 最好的利息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 有些前一段时间 在等待的这个borrower 觉得说现在可能 是末班车的时候了 就着急要 一定要现在做 因为可能担心这个利息 会持续的上涨下去 因为大家都看到 这个利息涨起来 确实比降的比较快 快得多了 从现在30年固定来讲 都已经接近4个percent了 所以这个是confirming confirming的 那现在很多朋友做的 就是可能是arm的 arm的上涨并不是太快 另外一个就是 相对补偿的 比如说原先打算 做30年固定的 那现在可能会调整 做可能能做20年固定的 如果你觉得15年固定 这个payment太高的情况下 我想现在总体来讲 这个利率在历史上 还算比较低的时候了 这个我们看这个金融危机 之前05年06年 大概30年都在5个percent 现在还是蛮 还有蛮大的一段距离了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根据 自己状况来选择 现在该如何调整 自己这个贷款的 这个program 还有跟自己 未来要买屋啦 或者自己的年纪啦 或者是自己的family 是不是要expand啦 等等都有关系 对其实这个贷款 确实现在完全跟这个 大家的这个investment 结合得非常非常 就是紧密了 因为毕竟这个 整个美国这个市场 也是这样子 就像股市跟公债市场 也是结合得非常紧密 每天有成千上万 像两个兄弟 对因为毕竟每天有 这个成千上万 trader在那边 你看这个money的 这个资金的流动 也是从一边到一边 也是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 现在这种市场 就是让大家不得不的 要跟着这个市场 去调整自己投资的 这种计划 是 大部分的人买房子 借superconforming和jumbo的 其实在我们系国湾区 也蛮多的 对 在大额一点 中额和大额的贷款的 贷款利息方面 是涨得比较小 比小额的明显吗 也是固定的 涨得比较多 也是固定的 固定涨的还是相当多 因为毕竟这个 像jumbo loan 就是这个loan 超过62万5千的 这个loan 叫jumbo loan 那它30年固定 最近也是上涨很快 因为毕竟在之前的 这种program 并不是太流行 因为这个 本身来讲 东欧帮很高 那这个 又不是 Fanny和Freddie Mac的program 对很多的 investors来讲 并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 这个product 那只是在这个 我想今年年初开始 应该是去年年底吧 慢慢的有一些 银行推出这种 portfolio的30年固定 jumbo 最低的利息 达到过3.625 3.5的样子 就跟这个 regard的这种 confirming差不多 那最近也是上涨的 幅度也很大 那这种program来讲 本身 当利息很低的时候 还是值得去做了 如果3.625 even below 4个percent的时候 那对很多 比较这个 保守的 borrow来讲 还是一个 比较好的program 那实际上 这个在我们 弯曲来讲 我倒不觉得说 大家一定要 即便你很保守的话 那也有很多 其他的armprogram 可以选择 像5年7年的 这个利息会比 这个固定会 相对低蛮多的 所以这个arm的 这个program的利息呢 最近涨的幅度 并不是很大 对 好像只有上涨 0.125左右 对对对 没有错 所以这个 jumbo long来讲 如果您在purchase 或者在 或者您现在program rate到期的情况下 可能还是选择arm 会比较稳妥一些 是 并且 7年比5年 又增加了两年的 这个新安息 那10年呢 其实它的利息 跟15年和20年 相差的比较接近 那10年呢 又比7年的 更安全一点了 对 这就是心理上 一个作用 这个 这个很多 很多人觉得说 7年比5年 有 这个大家感觉 这个安全很多了 并且7年和5年 在审核的时候 条件也不一样 对 有很多 比如说你的这个 debit to income ratio 比较高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 因为有的时候 有些银行的arm program 它qualify这个rate 是按照你的实际瑞 加两个percent 去qualify 那个就是5年或3年的 对或3年的 当然我们也有银行 5年也是按照这个实际瑞 那好啊 对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是说 根据您的这个 就是目前的计划 就keep the fund 多久啊 或者说 未来有没有可能 pay down啊 是 来决定 另外一个就是 根据您自己本身的 qualification 来决定 就是你是 qualify这个arm 还是愿意做30年固定 那还有一个就是 根据您的这个 投资的这个 投资的计划 因为这个arm的 利息低呢 并不是省钱 而是说 让您的这个 cash flow更好一些 您可能有更多的资金 用来投资 其他的地方 是 所以这个大家 就是可能 从多方面来考虑 自己到底是 比较适合 什么样的program 并且现在cash out的financing 也是 都是存在的 所以说 当您想增加自己的 竞争力的的时候 用很多的现款 或者是全部现款买来 其实现在 看到最新一个数据 就是在5月份 用现款买屋的人 比4月份的降低了一点 就是在很多 用现款买房的的时候 您想想看 这个mortgage的 会default的可能性 就越来越小嘛 所以现在情况 跟以前实在是不一样 对 今年的也是 现在一个是现款买房 另外一个就是 有这个很多down payment 比如超过30% 40% down payment的这种 非常的多 特别是五湾区的 这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说 可能你要更加平衡一下 你的这个 这个financial方面 就是每个房子 到底用多少lone 到底怎么样去 这个能够最大化的 来够提高 你这个资金的使用 最大化的提高 自己的资金使用 但是要在保守中求积极 不要太overstretch了 自己的credibility 本身大家买投资住房来讲 最大一个目的 就是比较安全嘛 因为大家考虑到这个股市 这个上下波动很大 那很多时候 很多人买房子 是说对这个股市方面 这个经验也好 知识也好 信心也好 不是那么足的情况下 对 好的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Lone on Time的负责人 Andrew B 408-781-8898 408-781-8898 Email的地址是 andrewatlongontime.com 接着呢 我们就要回来 再谈论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2013年 整个经济中的 大亮点 房地产 预知详情 在这一段工商资讯之后 请Andrew告诉我们 孩子与家人 对我来说 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他们的幸福 是我最大的财富 给予他们一个 温馨舒适的家 是我追求的目标 让我们共同祝您 实现您的梦想与追求 Lone on Time.com Andrew B Cindy刘 为您精心办理 最适合您的房地产贷款 信用及利率的保证 让您安心享受家的乐趣 请电408-306-6688 408-781-8898 您在考虑卖房吗 那您一定要听一听 Rebecca Lin的周全卖房计划 确保您顺顺利利 高高兴兴圆满结果 现在就打电话给Rebecca Lin 408-720-6800 408-720-6800 Trans Pacific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险 和年金的General Agency 代理超过30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全美有超过1000名保险经济 公司总部位于Arcadia 并于City of Industry Torrance San Jose 及Las Vegas 皆有分公司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专业的培训及高用金 泛亚一定可以让您的事业 再创高峰 欢迎保险经济加入我们的团队 电话888-831-8868 在Cupertino有一位技术超群 人心人数的中医师 他叫王毅 专制以下各种疾病 颈椎病 腰椎病 或减肥受腹 如果您有颈腰椎病 头颈肩背 腰腿痛 手脚痛 久治不愈 学生运动受伤 或您想减肥受腹 请致点中医博士 王毅医师 408-252-8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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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也可登录YouTube Subscribe SVC Media 以及Facebook 搜寻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SVC Media的页面 就可以找到 矽谷华人电台 各项精彩的节目内容 住房的安全 是家庭至关重要的一环 最新消息披露 矽谷窃盗案 多半发生在 早上10点到下午3点 您家里安装防盗系统 来确保人生 及财务的安全了吗 更可以将防盗系统 设定在您的smartphone上 随时可用电话 来控制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以上讯息由 Frank流提供 Frank流408-313-2688 Email Frank.流1268 at gmail.com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Andrew你好 周朗你好 听众朋友晚上好 在现在有没有公布出来 5月份 我们整个湾区 这个房屋销售的情况 对 也是今天我就是 跟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湾区9county 大概这个5月份的一个 房地产方面销售的一个报告 好 因为最近实际上 整个 大家谈论这个利息上涨的时候 最大一个concern就是说 这个利息上涨 会不会造成这个 real estate的这个市场 这个酷荡下来 对 因为本身来讲 这个利息上涨会影响到 buyer的这个 借贷能力 对 借贷能 buying power 所以 总体来讲 这个 5月份的还是比4月份 有这个小幅上涨 首先这个medium price来讲 中间价位 中间价位来讲 Bay Area 9county是51万9 那这个比这个4月份是 51万上涨大概 9000块 对 也不简单了 一个月 那最主要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这个上涨接近30个percent 呀呀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也是 特别是很多这个 比如刚刚毕业的朋友 或者说 就是说 当payment不是太多的朋友 可能这个 这方面影响比较大 因为本身 50万来讲 对一个10万块年薪来讲 正好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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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一个 怎么讲 是一个 坎嘛 如果 如果说你上涨过快的话 可能这个 7万到10万块 这个年薪的这些朋友 如果你当payment 不是很多情况下 你可能就买不到 这个 合适的房子 因为毕竟本身 现在真正 这个像 Santa Clara County 相对比较好一些地区 真正40几万 Single Family 可能越来越少 并且那种价位的房子 抢得好厉害哦 对对 就是因为这个 affirability 大家承受能力 比较 比较 可是上一次 Andrew有提过 有一些康体 对于 First Time Home Buyer 他们都有特别的 补助的一种program 对 这个 但是这个毕竟 还是这个 怎么讲 中国话 增多 这个 周少嘛 对对对 就是这个 它有一定的限制 而且 这个 求过于工 对 这个第一个受 这个 每个City County 的budget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这个 希望得到这种 援助的这个 人业比较多 太多 所以大家这个 有一定困难 拿到这些program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上个月来讲 整个Short Sale 和这个 Full Close的房子 比率在继续增长 对不起 继续下跌 吓到你 吓到我 吓到我 对 其实最近的这个 今年的这个 房地产的市场的 复苏啊 确实跟以往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就是一个是 这个 上升的幅度 第二一个 这个上升的速度 都是非常快的 那么大家可以感到 感到就是 突然一夜之间 好像这个Bank Home Property Short Sale 都没有 不见了 这有没有人为的 功能你觉得 当然这个就是 当然还是受buyer的影响了 因为现在这个buyer 这个购物的这个 更aggressive了 就是不光是在 加价的幅度上 各方面可能会 造成了很多 同时这个 有关房地产资金的投入 到这个市场 也会越来越多 就是说 有很多并不是说 个人去买 有可能是 一些资金啊 基金啊 或者说这个 大的团体 买过来 比如尤其很多 像那种condo啊 这种complex 一片一片的在买 爱对 买过来来投资了 那本身来讲呢 最近我看到一份报告 也是很多builder 实际上也是在 有意控制这个市场 特别是对 single family 这个方面 怎么说 就是说builder 当然这个 这个无可厚非了 就是说builder 当然看到这个市场 这个上升强劲的时候 他就慢慢地会 控制他投放了市场的 这个数量 特别是single family 他期待着能抓到这个 能卖到更好的价钱 控制inventory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像这个FHA loan 在我们这个 湾区9county的比例呢 也是在逐渐地减少 这就表明说 这个buyer的实力 还是越来越强 对对对 都有足够的down pay 对 我们看这次这个 不光是弯曲了 这个整个全美的 这个房钱市场 目前一个状况就是 一个是cash buyer 增多了 一个是这个down payment 比例比较大的buyer 也增多了 钱从哪里来 对对 这就觉得 到底到底为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竞争危机之后 这个大家会突然一下子 就有钱了 其实现在有房子的人 真的都有一点 飘飘欲仙的感觉 对对 他真的是有钱了 可是你在想 这个county在收 property tax的时候 比我们更高兴了 那当然 因为这个美国 就是靠税收嘛 这个政府运营 完全是靠税收 政府这一回 可是收到足够的税了 对啊 这个我们也希望能看到 我们看现在 三号岁机场 盖的这个 很多地方修路啊 对对对对 机场都很多 我喜欢这个 路都修路好好 对车子状况 也保养的好一点了 对没有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投资的比例呢 就是这个投 这个investor 购买房屋的比例呢 大概这个 上个月是 大概25个percent 就是四分之一的人 都是investor 或者flipper 或者是flipper 或者flipper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看这个 9个county 这个上升的比例 也有所不同 最主要像这个 Santa Clara County呢 这个中间价位 上升比率 大概是25个percent 这可能是 在9个county里 算比较高的 Santa Clara County 对 这个也make sense 这个是硅谷的中心嘛 是 那第二个就是 San Francisco 也是在上升了 24个percent 全球有名的城市 这个Santa Clara的 中间价位 已经上升到 66万5千 San Francisco 是87万 哎哟 这个大城市 都是这样子 大城市本身 这个inventory 会更更紧张 所以现在 对很多buyer来讲 确实 还没买到房子 buyer确实 也是蛮痛苦的 这个 你觉得他应该 在这个时候买吗 我觉得还看机会了 看第一个 你买房目的 一个是 合适你的住房 第二是 你可以afford的 你满足这两条件 你就可以买 如果不满足 实际上 Andrew好像现在 还是在抢房子 抢得很厉害 哎对 就是 还是我讲 我觉得还是 有就是抢 有的东西抢是划算的 有些东西抢是不划算的 因为市场市场上升的时候 这个这个有好有坏了 就是有好的房子 有很坏的房子 会跟着一块上涨 你这个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挑选 是 就跟股票一样 first tier涨完了 如果看到second third first tier也上涨 那么就是可能 bubble会形成了 总是房地产是 我们现在经济蓬勃 迅速发展的一个大亮点 那希望呢 在我们的这个 舵手就是 Ben Bernanke的带领之下 平平稳稳的 可以带着我们的经济 持续往上涨 而不要崩掉 或者是泡沫坏掉 那么希望房地产 永远的这么光鲜亮丽 让大家有房子的人 都还是觉得蛮欣慰的 让我们住在矽谷的人呢 都觉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快乐 非常感谢Andrew Andrew的联络电话 408-781-8898 email是 andrewatlongontime.com 感谢你 祝你晚安 好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 最感谢的就是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你晚安 明晚七点见 拜拜 拜拜